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好交好網台,我是Eric 如果你在多倫多是有物業,因為地稅今年最少會升10.5% 甚至可能會升到16.5% 其實這個消息很震撼,很驚訝 我覺得未必是,因為去年我們的新市長周志偉 其實他上場局之後都知道地稅會增加,可能會增加 這幾天前,他們暫時說會升10.5% 不過可能會升16.5% 因為他們現在是想去聯邦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就拿一個資金給那些避免費用 如果他那個不成功,那錢也是我們多倫多市的業主 承擔了,真的挺嚴重的 還有他這個其實都未說是final 即是他去到二月的時候才真正會finalize 可能有機會更高過這個 amount 也不出奇 所以希望就不會了 不過你說減下去,就是少於10.5% 我覺得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可能了 雖然現在有很多人都說可能要去動牌 然後來看看可不可以逼市政府來back down 不過我覺得那個機會率是很低的 那看一看這個報道先 首先是這個CBC News的article Toronto City staff proposed 10.5% property tax height as part of 2024 budget 那是的,那這裡就有說那個City staff,他們就是propose這個10.5% 其實9%就是relate to那個residential地稅的property tax 然後呢,另外有一個proportion呢,就是relate to他們 就是早幾年開始呢,就是有一個叫做city building tax 那所以加上呢,就大約是10.5% 那這個就是他propose的,就是2024年會增加這個房屋的地稅 那這個,對不對 Budget chief,counselor Shirley Carroll就說 他都知道大家不開心的了,就是大家都不想加地稅 不過他就說這件事其實是很難避免的 因為他們始終現在呢,有一個1.8 billion 就是18億的budget shortfall for 2024年 那我遲些,待會我會說,就是其實是有些breakdown 或者他們,就是他們會將會有些什麼cost 還有一些我覺得都不太合理的expenditure 那繼續看,就是他就說這些spending是necessary 就是for這個city service 然後他們估計呢,大約每個average的household 就會每年給多321元 其實這個人媽媽,我覺得你看看你的房子是多貴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說已經,就是如果是10% 你是比開成萬元地稅 那你真的比成1000,就是加多1000元 那你譬如那些小一點的condo啊 那些可能或者就,就是那個base 那個地稅是低一些,可能比少一些 就是他,就是剛才我都說過 就是說potentially可能有機會 可能要給16.5% 因為,就是Federal government 他們就想和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 拿2.5億來分那些refugee 就是那些難民的claimant 因為很多難民是,其實他們的目的地 可能大部分都去了多倫多 所以就是多倫多市就暫時承擔了那個 譬如租一些酒店給那些難民住 那些cost,暫時就是 就是市政府已經給了錢 那他們就想去拿回Federal government 那麼,就是周志偉Oliver Child 我們市長就叫Ottawa 我們就是聯邦政府 給多些錢 for這些難民 和這些難民已經佔據了我們整個city的一些shelter 超過50%了,一半是難民來的 那麼,他覺得就是和聯邦政府應該會達成協議 可能他應該拿到夠錢 所以說不用那麼擔心 真的未必是要給16.5% 不過其實這個數都不是concrete 可能就算你說拿到夠錢 是不是真的給10.5%呢 我不知道暫時 不過他propose暫時就是了 不過就是最少都10.5% 我覺得 那之後呢 那個報道呢 還有講一個interview 就是CBC Radio 和這個Minister of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and Citizenship Mark Miller 那他那裏有問他 就是這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 是不是聯邦政府會take on那個responsibility 來掩蓋了一條數 就是你的refugee 在那裏耍太極 沒有正面回答 就是說我們會work with這個City 就是City of Toronto 之後就大家會找到一個solution 就是那些 我覺得說了等於沒有說的東西 不過他加了一句都幾 就是我覺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呢 我想都hint了就是說 條數 他們City Propose 是未必跟他們心目中的那個是agree 之前說過的additional city levy呢 他就只是扔回那個波子給City of Toronto 就說你可以call他什麼都好 不過這些東西始終都是 就是municipal tax increase是他們的responsibility 就是Charles and her administration 就是周志偉和他們的city的responsibility 所以不關 就是不是說這個不是一個federal tax 始終都是一個city levy 你說怎樣blame 所以你才會加這個稅 所以你才會加這個稅 whatever 始終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到最後呢 都是一個city tax 所以其實都是我想 就是有少少火藥味在這裏 那他這裏的報道還真的有說 其實因為這18億的shortfall 在這個city budget 分分鐘這個 amount 就是這個 amount 就是你說起10 就是15%也好 16%也未必夠遇 分分鐘可能要起成42% 來平衡這18億 所以都頗恐怖 老實說 我覺得周志偉剛剛上年上場 然後無端端爆加這個稅 是不是全部都是他責任呢 很公平一點說 不是的 因為其實你好幾年 其實多倫多市的地稅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升得太多 然後那個expandage 不停地升上去 那你當你是這樣 就是那個波不停滑滑滑滑滑滑 到這麼大 那你始終那條數都要還的 那所以你說 就是 就是是不是周志偉 一上場就說 立刻要加呢 其實不可以說 完全是可以罵他 不過說真的 有很多他們 就是現在 就是之後再會spending 那些spending 就是他自己proposal 或者什麼 那些就是關他事了 就是現在的proposal 就是未來那幾個星期 就可能都會轉的 因為他under provincial strong mayor power 其實周志偉 就是他有權力proposal 自己的budget 在2月1號 然後去到2月14號 然後City Councilor 就fault on final fiscal plan 就是真正是怎樣 就是那些number是多少 然後到其時 大家清清楚楚知道 地數會加多少 那麼 那麼 市長周志偉 就說 他首先呢 就是要 最緊要是 first step of the process 就是fixing cities financial mess 即是說 現在就是 那個financial 那個imbalance 是很嚴重的 然後就說 要build a city's affordable and caring 這些是他的gold 然後他就說 會listening very closely to Torrentonian about what it matters to them 即是會將會 多倫多市民 那麼他就會盡量是聆聽他們的心聲 即是怎樣可以做到 那麼說真的 如果你說是 老實說 如果你說是有物業的 我是有可能幾套屋的 你根本什麼物業都沒有 那些 spending 譬如說去到另外一些 設施 他當然是說真的 你加多少都不關他的事 他當然是 說好 加多些 起碼increase the budget 可能或者有別的 就是 或者improve 那個tpc 請多些 tpc police constable 就是比較安全 那麼其實這件事 我都贊成的 因為始終現在 我們的subway system 都很嚴重 說真的 連bbc 就是international 那些news 都有report 我們多倫多的tpc 就是有周不時有stabbing 又有傷人 甚至是殺人 謀殺 那anyway 那 他有一個 random的toronto homeowner 就說 這十年 the increase in tax 會 hurt resident 然後他說 他說 他覺得 有什麼錢 市政府收到的 其實都不會說 是一個 就是他們不會說 用得一個 很effective manner 那 到其時 看看是怎樣 不過 說真的 稅就加硬了 所以如果大家 業主 就有心理準備 那 budget chief shelly carroll 就說 這個budget 包括有6億 in cost saving 以及efficiency 會減少某些東西 譬如 譬如 橙雪 譬如 你橙雪 他平時 橙你的內街 譬如 你的driveway 你橙完之後 會有堆雪 阻礙你的driveway 那麼 他提議 就說 不慘了 那一部分 你自己的homeowner 搞定 那這裡 就說 會省到1,600,000 那你自己 搞定你自己的driveway 不過 他就會增加 是哪些東西呢 就增加 152個million 那就會增加多些shelter 就是8,200萬 就是增加多些shelter 就是給大部分難民 然後增加3,000萬 TTC special cost 這是我認同的 那 之後就 2,000萬去community service 例如 圖書館 開長些時間 還有 擺1,900,000 就是說 expand crisis service and council endorse hiring plan for fire and paramedic service 那他是不是請多些消防員 和救護人員呢 應該是 就是at least 我想part of 這個budget 就是請多些 這些emergency service 不過我有少少失望 就是他好像沒有 budget 會請多些medical 就是譬如你的hospital 那這些cost 可能是 應該是provincial 應該是under OHIP 可能或者他 真的做不到些什麼 不過我覺得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現在在多倫多市 最近也聽到有報道 就是訪問一些emergency room 那些doctor 他們說有一個做了三十幾年 未曾試過 現在在多倫多 是要等那麼久 因為他做了二十幾年 他做了三十幾年 未曾試過那麼恐怖 說真的 人手根本是不夠 而且你始終多了那麼多人 就是難民 難民是有一堆 不過其實難民的數目 都不是很多 不過其實這件事 都挺火爆 難民雖然不是那麼多 不過他們的cost to the city 是超巨型 所以我就是不明白 現在市政府會扔這麼多資源 可能一萬個 都不知道有沒有的難民 只是他租酒店 還有好像最近又renew了酒店 那個contract 好像五年付 給那些難民繼續在那裡住 這些就是sheltering cost 其實sheltering不是shelter 是租酒店給他們 所以那個cost是這麼貴 不過真的沒辦法 根本現在是 就是這個 就是預料了 其實你說 尤其是這個city government 就是在Toronto 他們那個objective 和他們那個base 你多不多市 雖然你說 都有很多有錢人 都有很多 說真的 屋這麼貴 已經reflect到 還有是有一對 不過始終都是窮人多過有錢人的 就是比例是多少呢 其實你可以搜尋一下 不過你每一人投一票 你就算是有錢也好 窮也好 那你多倫多市 如果大部分是窮人的 所以你elect 那些city councillor 市長 全部 那麼多數你是 他們要保護 他的interest 就是那堆 你可以說是窮一些 或者是一些貧民一些 的population 所以他們的政策 其實他們做的一件事 老實說 如果你老闆 是想要這些東西 那他就是做那些東西 不過你始終都要找一個平衡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方向 可能真的偏得太厲害 而且你遲早繼續這樣下去 不知道是會搞成怎樣的 好